由文化部指导花莲县政府主办花莲县文化局 以及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 共同执行的112年博物馆以及地方文化馆人才培训 特别邀请双荣誉副总经理赵串林等老师 共同指导分享借助他们的影响力 影片点阅率有200万的秘密等等 让参与的学员在自身的职场以外 尝试多元的管设经营以及行销知识 由文化部指导花莲县政府主办 花莲县文化局及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 共同执行的112年博物馆及地方文化馆人才培训 透过这次培训除了提升同门专业能力之外 促成馆内交流 以及馆方与地方社群专家学者的连结 我怎么去跟业业结合 我怎么去跨语 我怎么不只是守在我自己小小的地方馆 或是说我只是在经营我地方跟管设之间的关系 他可能还有更多我们可以走出去 因为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在前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发现很多不一定是真正实体的接触 很多人接触博物馆或接触地方的或是政治地方学的这一块 他不是真正进到地方 他反而是透过一个数位虚拟的空间 但是在现地我们在进行博物馆的时候 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连起来 接上去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再加上画动力区的 其实他在人文特色上也跟西部有非常大的不同 很多人我们可能面对到很多的 其实是可能是来大众观光的观光客 可是大众观光的观光客怎么样 让文化馆竟已熟失不异 尤其原住民部落会处于偏乡 传统文化以及年轻主门严重流失 又面临地方政府裁员结局 迫使政府推动文化的地方文化馆融为文资馆 透过文化部补助各馆设施设备以及相关修缮 同时就由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引荐优秀的专业讲师授课 让馆员能够吸收跟北部西部一样的专业知识 记得请欢迎欢迎收看